食物中毒案例 开始有不适感 孩子此时已在高考考场外 出现恶心 头晕 呕吐 呕吐多次后感觉舒服些了 仍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因其考场座位在前边第一排 正对着考场内的空调 受粮后又引起不适 激发呕吐 陪考校医给他服用了两片药后 并没有缓解症状 此时腹痛加重 大汗淋漓 孩子难以坚持 只能暂停考试被送往医院急诊 进入急诊室后 先舒养 然后在胸膛腹部固定一些铁片 准备做一系列的检查 这期间症状没有任何缓解 反而更去恶化 孩子送医急诊的同时 谭女士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于4点07分戴了热水袋 毛巾 浆粉胶囊等赶到了医院 先给孩子轻轻舒缓下背部 然后将热水袋放在下背部温敷 腹痛有所减轻 因在医院无法做鸡它处理 期间又呕吐一次 在谭女士的强烈要求下 于下午4点40分终于离开医院回家 路上又呕吐一次 呕吐物中有胆汁 回家后 谭女士给孩子打开电热毯 身上覆盖红豆袋温敷 此时孩子感觉口渴 分五六次喝下约50克 红参熬煮的浓参汤500毫升 之后逐渐平稳 约半小时后腹泻排便水样 不腹泻时继续用红豆袋温敷 腹泻渐息时间逐渐拉长 前后约10次左右症状缓解 晚9点半食用一碗小米粥后 继续温敷休息 此时温敷温度稍高 便觉烦躁不适 调整至温暖舒服后入睡 凌晨1点左右发烧37度8 服用姜粉胶囊5粒约4克 2点退烧后平稳入睡 至6月9日早上6点 起床后感觉身体没有不适 谭女士给孩子又吃了五粒胶囊 于9日上午进入考场继续参加考试 谭女士因食用云豆比孩子少 下午2点左右症状并不明显 午休起来时喝了约200毫升浓浆参汤 3点半到4点期间仅呕吐三次 无其他不适 后边口服姜粉10克后再无不适感 曹女士于下午3点40分开始剧烈呕吐 至6点10分约呕吐六七次 不呕吐时一直用红豆袋前后温敷 持续呕吐喝不进姜参汤 但外热源一直不断 6点10分症状缓解后自己打车回家 历时两个半小时 回家后胃部含有不适 继续前后红豆袋温敷 至9点症状完全消失 安稳入睡 总结 本次食物中毒 谭女士和曹女士因外内热源处理及时 毒素及时吐了出来 症状很快得以缓解 康复很快 孩子吃云豆最多 又正赶上高考 没有及时处理 毒素进入肠道 造成腹泻腹痛甚至发烧等严重病症 好在后期处理到位 当天解除症状 恢复体力 没有耽误第二天的考试 感谢原始点提供了快速有效的 解决食物中毒的方法 使我们得以及时脱离病苦 感谢《理髓小 grande》 感谢洛friend 感谢《理髓小短》 感谢原始 level 感谢《理髓小グリム 感谢助